看到那個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 觀看次數其實就有差了 因為每次我都會看一下 因為每一班其實狀況不太一樣 那有一些班級的話 他的蠻認真的 那有一些可能回去 可能比較累了 回去都沒有練習 還是因為今天是禮拜五 大家回去就感覺好像週末 就比較放鬆心情了 好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把這個 每次上課的東西學好的話 我是強烈建議回去一定要花時間 把上課講的東西 再多演練幾遍 OK 直到熟練為止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能夠 做得很順暢的話 前提是會之外還要熟練 而且我覺得熟練蠻重要的 好 那麼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有一些東西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 第一個我們用那個 Counif函數 計算那個中獎的數量 也就一號到底中幾次 二號中幾次 那當然以前的話 你用人工的方式 用眼睛算 絕對不可能 當然也有人這樣算 可是我覺得你要算什麼 算多久才能算得完 而且哪怕你是算完之後 還不見得正確 最麻煩是這樣 你算了就算 你沒有算對 那反而更麻煩 你算錯了 結果這個資料是錯誤的 那我們引用反而還更麻煩 所以要怎麼樣又快又正確 那其實當然呢 就用Counif函數 其實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所以如果你要算機率的話呢 可能就是在 在除以它總數 總數的話就算那個 101年裡面有總共幾個號碼 那就利用另外的函數叫Counif 所以其實 它有Counif 然後呢 另外有一個就是定義名稱 那所謂的定義名稱 就是說那個範圍 其實可能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的一個很大範圍 那如果假設你不定義名稱也可以 但是很麻煩 因為它公式很隆常 前面會多一個什麼工作人員名稱加驚嘆號 然後呢 要選範圍 然後範圍要加前的符號 那其實第一個很容易做錯 所以如果假設你那個範圍哦 它是跨工作表的 那我還強烈建議你用定義名稱的方式 OK還記得吧 那定義名稱的話呢 很簡單 就是你先把那個範圍選起來之後 在它的左上角有一個叫定義名稱方塊嘛 你就給一個名稱Enter就好了 OK 然後將來如果你要引用的話 記得哦 它有個快速鍵叫F3 這個F3一定要記得 你按下F3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跳清單 那你用選的就好了 以後那個範圍 那個名稱就等於是那個範圍 這樣會比較簡單哦 那最後用那個 Rank.EQ計算名次 如果你要排它的名次的話 那一般我們會用那個Rank.EQ那個函數 那就可以幫你排名 它的那個什麼 機率高的排在前面 機率低的排在後面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需求 我希望算出什麼 算出到底 哪一個機率哦 是最高 幫我排一下名次吧 那它呢 重量機率高的 顯然是機會最大的 所以我可能就是希望 客戶經過投入戰的時候呢 買個希望有沒有 那所以請你幫我挑出 機率最高的前七個 前七名的號碼就好了 那最後當然我們是 把那個公式做完之後有沒有 那最後呢 要怎麼挑出來 那挑號碼有兩個方法 我們好像 第一個是用格式化 那所謂的格式化 我們上個禮拜 因為 另外用那個什麼 呃 函數是沒辦法格式化的 所以這個地方 只能夠用VBA的啦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上禮拜有寫一個格式化的VBA 那這個格式化VBA很簡單 就是哦 把 它的號碼 只要是前七名的 就幫我把它的底色變成黃色 讓我看到就OK了 不過這樣的需求 其實好像還不太夠 所以最後的話 就做一個什麼 前七名的清單 幫我把它列出來 所以這個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 再demo一下 不過 上禮拜的難度其實是 比較高啦 OK 所以 剛剛第一名猜記吧 101年的 先選 7個號碼 Ctrl是不是向下 有沒有 然後再到 它的那個 左上角這邊有個叫名稱方塊 就這個地方 輸入它的名稱 所以以後的話 這個範圍 就叫這個名稱 那我要怎麼樣 來取得這個名稱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在任何一個 儲存格上面 你只要按F3 它其實就會跳這個清單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只要 在任何地方 你要引用那個範圍 很簡單 F3 就好了 所以假如說 你的工作裡面 有很多那個範圍 都是固定的 有沒有 然後那個清單都固定 那你以後先把它定義好 那以後呢 你只要引用那個範圍 你就按F3 這樣就OK了啦 那好處就是說 將來你那個公式有沒有 相對的就比較簡潔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你假設不是用名稱的話 它會是很長一串的一個什麼 工作名稱 驚嘆號 然後再加上什麼 哪裡到哪裡 其實這樣 而且還要加錢的符號 很容易做錯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這樣的話 很簡單 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名稱 如果本來沒有 按F3 然後你就直接選它就可以了 選它 然後按確定 它這個名稱呢 就幫你把它帶到這裡 那這樣OK了 不過有一種情況喔 當然還有同學遇到這種說 就是 老師我一直按F3 它就一直沒有跳出來 有沒有 假設啦 如果你一直按F3 它沒跳那個清單出來 那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沒有關係 你直接打開講101就好了 就變成說 如果那個清單沒跳出來 那你自己打那個名稱 如果那個名稱 存在的話也可以喔 OK 所以有的時候 是F3按下去 它不理你的話啦 不過啦 如果按F3不理你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那個格子 跳到別的地方 再跳回去 然後再按F3 它就跳出來 OK 所以有的時候 就是說你可能用過了對不對 然後你就要再把它關掉了 你好像它就 然後你不小心把它再刪掉 這個時候你按F3 它就不行了 那怎麼辦 很簡單啦 把它點回去有沒有 再點上去 只要按F3 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啦 這個第一名稱很重要 因為滿多地方都會用到的 不然的話 我是覺得 那個公司會變很延長 而且還要加一個錢的符號 常常同學 錢的符號都沒有鎖定範圍 可以出錯 OK齁 另外還有一個方便 因為這個公司跟下一個公司 有沒有發現 很接近嗎 這個是開獎101 這個是開獎102 所以其實你如果要把這個公司 直接複製過來 蠻簡單的 直接把這邊改成 貼過來改成2就好了 OK齁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主要就是 利用第一名稱 再結合康乙福 先算出它的數量 再處理它總共的號碼 就是它的機率 並且把它的格式 它格式原來是 本來是長這樣 按右鍵存在的格式 本來是小數點好像到第八位吧 OK這麼長一串 可是這樣子其實 看起來真的不好辨識啦 頂多是說我們把小數點把它去掉 比如說取到小數點的可能第四位 但是問題還是感覺沒有像我們用那個 分母是1萬來的好理解 因為分母1萬 表示1萬次出現幾次的意思 1萬次出現245次 這樣比較好理解吧 所以如果要假設把它變成 像1萬次出現幾次這樣的一個格式的話 還記得吧 按右鍵存在的格式 那首先當然因為它是 有一個分數的一個格式 所以你就找分數 那你找一下有沒有以1萬為分母 可是你看一下 好像沒有以1萬耶 好像只有16 以16、以10、以100、也沒有1000 也更不用1萬 沒關係 以後如果假設你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某一個格式 它沒有存在在這個格式的清單裡面的話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制定一下 所謂的制定就是說 你可以去修改 它裡面的一個 比如說100 那你很簡單 補兩個0 不就1萬了 所以記得先選一個接近的 OK 然後再按下制定 它會把這個格式背後的公式 讓你顯示出來 就長這樣 有沒有 然後你這個時候就可以補兩個0 它就會變成1萬次出現245次 OK 類似像這樣 按確定 好 然後最後好像我們就做出那個 總共六個按鈕吧 還記得嗎 這兩個是一組 這兩個一組 這兩個一組 OK 然後呢 我們就是 先寫一個 VBA的程式 先把這個資料先清掉 有沒有 然後再 這個也先清掉 這個也是清除 OK 這個反應就是說呢 下一次喔 如果你還要做一樣的事情 前面資料展開更新的 那這個時候你不用重做啦 比如我們 我們之前不是做了很多公式嗎 那這次不用 你就直接按樂透彩 全部OK了 那也就是說 如果將來你有很多公式是固定的 然後 前面資料更新之後 你要重新做過一遍 讓你浪費時間嘛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利用VBA 讓它自動重複做就好了 當然啦 你不見得一定要寫VBA 你也可以用錄製聚齊的 不過用錄製聚齊錄下來 程式很擁長 我覺得這個地方 還蠻好解的 還記得吧 這四個欄會的話 寫成怎麼樣 我來看一下程式 上個禮拜還記得吧 先插入一個 先開啟VBA這個地方 然後呢 如果將來你要寫程式 記得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喔 這個模組是我們自己加上去的 那怎麼加還記得 按右鍵 插入模組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寫一個清除的程式 那清除程式很簡單 就是一個SUB 所以本來是 你就打一個SUB 空一個清除 Enter 然後跟它講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呢 你的列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從第二列 從第二列 4i 這個i指的是列 第二列到第43 我怎麼知道43 Ctrl向下 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看得懂 43 對不對 那你就把2到43的這個範圍跟它講 OK 那有4就一定要有NAS 就是頭尾啦 OK 意思就是說呢 它會先把i裡面放一個2的一個數字 所以i是一個變數 這個所謂的變數就是 它裡面的數字會改變 那改變的範圍很簡單 反正就先2 一直到3 一直4 一直到43 所以它總共跑幾次 等於是應該是42次吧 有沒有 2開始 2345 一直跑到43 那 跑一次的時候呢 它會先用2嘛 所以你會發現B2 所以這個應該是B 有沒有 Sales是儲存格 那哪一個儲存格呢 你幫我把那個Sales 的B欄的第二列 其實就B2 就是這個儲存格 那把它清掉的話 就是後面加這個 這個都清楚 所以它會怎麼清 它會先清掉 這一個之後有沒有 再清下一個 再清下一個 有沒有 就整個BCD清掉完之後 然後Nesser之後的話 就跳回去 那I就變成多少 變成3 所以再來就是 B3 C3 D3 一直在一起 就這樣一直下去 要4 所以喔 我按F8啦 F8的話 就是一行一行跑 有沒有 先清掉這一個 再清掉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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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然後下一個 Nesser之後的話 那這個I裡面 就變成3了 3的話就下一個 下一個 那意思類推啦 那如果呢 你假設它RUN 它就一下都OK了 全部清掉了 那底下的這個的話 就是一樣 把這個 勒透彩的範圍 貼過來 那其實裡面放什麼 就是放我們剛剛寫的公式 把它貼到這邊來 那只是說呢 那因為A 後面本來是A2啦 那可是你不可能說一直都是2 所以在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I的變數 不過你不能直接改這樣AI 因為如果你改成這樣AI 它變成它是一個文字裡面的一個 有沒有 變成AI這個字喔 它就不會是變數喔 因為它是在文字裡 所以你變成要把文字切開才能放進去 所以呢 文字切開放進去就長這樣 那如果假設你現在沒辦法理解喔 你可以 記個口訣喔 我上禮拜有特別強調 把那個 二選起來嘛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把 I 串在 這兩個文字的中間啦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文字嘛 然後 切開來之後放在中間 那記得M的前後要加空白 來 這個好像上禮拜做蠻多練習的喔 然後呢 這樣就可以把 公式喔 又全部輸出了 有沒有 執行一下 OK 然後再來 格式化 格式化是什麼 挑出那個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 把它的底色變成黃色 所以格式化 那當然啦 如果一個個弄到太慢了 所以呢 跑個VBA程式的話 有沒有 只要它小於等於7 等於7也算喔 把它的底色變成黃色 這個也是啦 因為它小於等於7嘛 所以這個 那這些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們都沒有小於等於7 所以他們都沒有改變 那底下也是這樣 這個應該小於等於7 欸對有嗎 這個也是一樣 小於等於7 小於等於7 所以呢 只要是某個條件 它發生的時候 它就改變另外一個 藍的一個格式的話 那你用任何函數都做不到 因為函數沒辦法改變格式 這個時候的話呢 只能夠寫VBA啦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上禮拜寫個VBA 就是格式化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價格都一樣 For I等於2到43 有沒有 那其實最大的這個差異喔 就是在這個中間 加一個這個敘述 所以喔 以後可能要慢慢習慣喔 在回缺裡面加上那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 如果什麼呢 欸 Sales ID的一欄 指的就是這一欄 它的這個儲存格啦 有沒有 所以它2開始嘛 所以是12 把12資料帶過來 有沒有小於等於7啊 沒有沒有就跳過 那下一個的話就13 13有沒有小於等於7 沒有就跳過 所以當它到這邊的時候 是1 這個應該是13的時候 那有沒有小於等於等於7嘛 所以它要等於7嘛 所以就跳進來 把它同一列 有沒有 同一列的A欄 指的就是這樣子 你會發現喔 初春格只有把欄改成A 那底色的話就這個 那黃色的話呢 就是RGB啦 25250 上禮拜有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看顏色的話 可以從油漆桶那邊去找 OK喔 那顏色清掉的話就是沒有 沒有顏色就是XFN OK 那就把它執行 這個格式就清掉了 不過啦 這個雖然已經很方便了 但是很麻煩 是你要捲 捲動往下 其實同學說 這還是很不方便啊 還是要捲下去喔 所以呢 最後它是希望說 能不能把這個資料 乾脆幫我把它放在F2開始 所以這個先放F2 那下一個的話呢 就幫我把它放在F3 那意思得一推 所以上禮拜好像提到一個重點喔 就是如何可以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幫它摳到某一個儲存格 欸 有沒有 其實我講過 終於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丟過去嘛 所以就可以把資料 全部都把它丟過來了 然後再加一個清楚 這樣就OK 這上禮拜的重點啦 因為上禮拜都有講到 所以細節部分喔 如果你還是不太清楚 可能就是回去再複習一下嘛 這邊都有啦 所以有些講過的 我就不會再 就不要再浪費時間 講一樣的東西 所以上禮拜這些都有講到 OK 總共九段影片 回去的話喔 可能就是多看了 OK 真的 一定要花時間 不然要把這些學會喔 我是覺得 是蠻難的 OK 好不好 因為看得出來 大家回去 沒有很認真 OK 為什麼呢 所以重點啦 康乙福 然後定義名稱 還有就是VBA 有沒有 VBA的這個幾個寫法 總共應該算六個按鈕啦 等於六字成 但其實可以把它拆成三組 OK 試試看喔 那這個程式碼的部分喔 在雲端或講義裡面都有 雲端白板的第四個單元 零四數學函數裡面的那個 就是 康乙福吧 所以沒有 在樂透才程式碼 最下面吧 樂透才程式碼 其實裡面就有了